欢迎收看中天决胜观点决战2012 在三人战局中气宝一定会发酵吗 2012三人战局气宝又会发酵吗 让我们来看看过去经典的例子 1998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 就是气宝投票的经典之一 当年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 代表新党的王俊轩 以及民进党的陈水扁 争夺市长宝座 最后马英九以些为差距 百分之五十一点一三 打败陈水扁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九一 还有王俊轩的百分之二点九七 而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 竞选过程中升职很高的王俊轩 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九七 票数四万四千四百五十二票 如果比较当时 参选的新党市议员候选人 总得票率还有百分之十八点六 但新党的市长参选王俊轩 得票率百分之二点九七 还少于市议员 显然新党的认同者 投了新党市议员 但市长却可能投给支持度领先的马英九 气王宝马成功发酵 另一个例子就是2006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选前最后次民调 无论是中国时报的豪龙斌百分之四八 谢长廷百分之二十 宋主义百分之五 联合报豪龙斌百分之四四 谢长廷百分之七 宋主义百分之八 还是TVBS豪龙斌百分之五四 谢长廷百分之二十 宋主义百分之九 都看得出 宋主义的支持度名落第三 和豪龙斌更是差一大截 但是民调第三的宋 多次喊出 宋进市政府 马到总统府 操作弃毫保送 让宋先进到北市府 2008年再停马进总统府 好 正因为了消毒 选前最后一夜 搬出来因大佬 团结力挺 结果出炉 宋主义惨败 看到豪龙斌 已得票百分之五三点八一 打败了谢长廷百分之四十点八九 以及宋主义的百分之四点四 以宋主义在政坛的资历和实力 只得到区区五万票 气宝还是发酵了 大败的宋 票还没开完 就宣布退出政坛 回到202 经典是马 菜 宋 三种候选人 理论上候选 多于两位 就有操作气宝的空间 202 马 菜 宋 谁会是被气宝的内卫 开票内客见真章 决胜观点 决战202 我们下回见